那麼劉業目前的排名是排名第四的 好 下面我們看到出場的是來自法國的選手迪迪爾 短節目之後排在了第九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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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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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都完成了他的像勾手三周 后内点兵三周 这些分值比较高的 这样比较难的一个跳跃 是 尤其难能可贵的 就是在节目的最后半程 他最后一个跳跃是一个连跳 两周半跳 接后外点兵两周 再接后外点兵两周 我觉得他可能本来是想做一个 两周接两周的 感觉好了再接上一个后外点兵两周 也有这种可能 但是基本上如果你要是在节目当中 做了什么样的 就是说做出什么样的跳跃 基本上都是在下面安排好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花样滑冰呢 它不只是一项竞技体育 它是一项体育与艺术结合的一项运动 所以就是说 你光有跳跃也是不够的 你还要有非常好的艺术表现力 你才能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 花样滑冰运动员 那么刚才的这一套自由滑的音乐 我们听到了很熟悉的旋律 那么它就是梦之安魂曲 有很多兵武选手选择了这段音乐 好来看一下 迪迪尔这一套自由滑的技术分 技术分高达50.62 节目内容分38.64 89.26 这是他的个人自由滑历史最高分 现在他的自由滑成绩加短节目总分 排名第一 而且领先排名第二的瑞典选手 超过了十分 買走了 сто pent med 排名一� atique 不好 区 謝謝